五饼二鱼这件事,无论你是否信耶稣也好,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 问题就来了,究竟一开始拿出五饼二鱼的那个人是谁呢? 而他是否真的甘心乐意拿出来还是被人冤枉呢? 稍后和大家慢慢说,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耶鲁行邀,我和大家说耶稣讲老人家和萧嫌娱乐夜频道,我是Raymond 刚刚也有说过,五饼二鱼就是耶稣生平一个很广泛流传,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神迹 不是说其他不重要,这个也知名度比较高,我想我这样形容 这件事是怎样呢?就是刚刚也说过耶稣带着门徒去到山头,讲耶稣,有些教导,有些传福音 吸引了很多人来听,整个山头也是,圣经就写着,只计男人都差不多五千个,哇,这样就很厉害了 由早就听到晚,又听到差不多日落,什么都听完了,那些人都要走的 但都差不多日落了,那些人走,饿着肚子又未回到家,很辛苦 我们主耶稣持悲为怀,怎会忍心呢? 所以他走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五饼两鱼撕下撕下,越撕下越多,分给这五千个人吃 还要有剩下,问题就来了 本身最初的五饼和两鱼究竟在哪里来呢? 圣经写着有一个小孩,一个孩子,自己应该有妈妈 预备了出街,给五个饼两鱼带着,肚饿就吃 他们就拿了出来,主耶稣就凭着这五个饼两鱼撕下撕下,给了这么多人 其实很多时候看到这里,教会的教导都会说 这个小孩是甘心乐意将他那五个饼两鱼拿出来的 听我教会是听很多的,甚至会写一首诗歌 当然不是纪念这个小孩的事,而是透过这个小孩 教导大家要奉献,不要小看自己微小的力量 但是这个小孩的甘心乐意的教导,并不是我教会独有 我也听过,有其他不是我教会的朋友,原来他教会也有这样提过 当然我听我教会讲得多,原因是因为我是这家教会 因为我个礼品回去,我当然听我教会讲得特别多 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我教会自己独有 但是问题就来了,究竟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的圣经都记载,他真的拿了五个饼和两鱼 但是他是不是甘心乐意去拿这五个饼和两鱼出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 《药汉福音》六章八至十节 其实我稍后会和大家读这个经文 抽了其中三节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得列对耶稣说 这女有一个孩子带着五个大蜜饼和两条鱼 但是分级者魔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大家坐下 其实圣经是没有说过那个小孩是甘心还是被迫的 所以不知道就是其中一个门徒安得列 主耶稣,这里有个小孩,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但是没有啊,这里有几千人 吃风吗?怎么分给人啊? 你叫他们坐下吧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然后坐下了耶稣就开始撕了 所以圣经是没有写着小孩究竟是被迫还是甘心 很坦白说,那里只有五千个,不要说五个饼和两条鱼 叫你拿一条底褲出来也不能反抗 所以圣经是没有写着它甘心还是乐意 但是问题就来了 我自己回教会的时候 经常听到,无论是小组的活动 牧者在上面说 因为我教会有一段时间 但是也不是一段时间,现在还是很推崇 就是这个小孩 他就没有看少自己微小的力量,不害羞 都去作出奉献,很主动说 我现在有些微小的力量,神力使用它 一用就可以造就到很多人了 成为了主耶稣的工具等等的教导 我经常听到,教会的牧者在台上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当我真的大了 因为我小时候回教会了 我小时候这样听,我听了很多年 到了我真的大了,我自己去看圣经的时候 我看不到圣经写着那小孩是甘心乐意 我是看不到的 然后我就找了牧师去聊天 教会里面特别多说这个小孩甘心乐意 甚至乎作了一首歌去说这件事 我跟牧师聊天 这个小孩甘心乐意的吗? 我看不到圣经这样写 还是在哪里看到,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那我牧师就跟我说 圣经没有写,但是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不是这样理解吗?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那现在我们没理由想 小孩被迫,没理由想 那些门徒是打他冤枉他 那一定是他愿意拿出来的 我们这样看是没问题的 那牧师是这样跟我说 我坦白说,我是认同牧师的说法 对的 我难道是想那些门徒 拿到抢小孩的食物 当然那小孩甘心乐意拿出来 我觉得这样想是对的 没错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圣经写 这个是牧师看完圣经之后的领受 对不对? 他看完圣经 他有些感受 或者他的理解 他有些学习在里面 接着他在讲台上 去讲出来 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对不对? 首先,一个牧师就是 看圣经 信任他学习 把自己的领受 把自己的得着 总结完 在台上分享 去教导会友 牧师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牧师说的东西是完全没错的 但问题就来了 问题来到哪里 就是我发觉 我身边有很多弟兄姊妹 是跟我说 圣经写这个小孩 是金心乐意 拿那五个饼和两条鱼 为什么我身边有些朋友 说圣经 说这个小孩 是金心乐意 拿这些东西出来呢? 其实我刚才也说的小孩 端泥 我小时候 只是听不懂看圣经的时候 牧师在台上说 我当然以为牧师说的是圣经的内容 或者圣经写什么 牧师说什么 到我长大 我自己看圣经的时候 我才发觉 不是 圣经不是这样写的 没有说过他 我才去问牧师 如果现在我身边 仍然有不少弟兄姊妹 认为 这个小孩 在金心乐意拿五个饼 是出自圣经的 代表什么 代表他没有看圣经 对不对 代表他没有看圣经 那死人 原来你的教会里面 这么多人 是不看圣经的 如果我的教会里面 越多人觉得这个小孩 金心乐意是出自圣经 就代表着 越多人没有看圣经 我希望不是真的很多 但是我一定知道 有机会是这样的 是跟我拗过的 然后我叫他自己看 我甚至拿着圣经 拿着手机拿出来给他看 然后他看完 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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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懂什么 你也懂中文字 我懂中文字 只不过我有看 你没有看 因为你真的不看 我觉得是有问题 如果教会有一定数量的人 不看圣经 那也挺危险 而另一样更加危险的事情 就是这群人又不看圣经 然后他以为牧者说的东西 就是圣经 我觉得是更加更加危险的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明白我说什么 如果这群不看圣经的人 以为牧者说的所有东西 都是出自圣经的话 其实是可以很危险的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够胆出来说 他是一世人都不会说错话 不会的 这个人 说无论对也好 错也好 这些人 因为自己没有看圣经的人的缘故 他都以为这个人说的东西 就是圣经讲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危险 非常非常之危险 如果要避免这件事发生 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大家要看圣经 如果大家自己是会有看圣经的 自己在信仰上面是有学习 是会去分析去想的 牧者是随意可以去分享自己对圣经的领受 的得着去分享去教导大家 那大家就会知道 牧者今次讲的是圣经来的 今次讲的是他看圣经的领受 不是完全是圣经的内容 也可以分辨到 因为如果这个人 即我们这些会友 弟兄姊妹是恒常看圣经的 就算牧者也好 祖章也好 哪个人也好 说些东西 和真理是有些出入 他都会分 是不是 他会分 我看圣经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你看的东西 和别人不同 一定是你对 起码你意识到有些分别 你可以再请教人 正如我看圣经 我看到 我真的看不到这个年轻 是甘心乐意 我是找牧师去谈的 是不是 我不是立刻就自己觉得 肯定我对 肯定牧师你说错 有没有搞错 我都认同他说得对 牧师是看到圣经 然后按他的领受 去教导大家 不过如果你没有高兴 这句是我自己的领受 我自己的看法的时候 台下的弟兄姐妹 加上他自己也不看圣经的时候 他以为你说的是圣经 我就觉得很危险 要避免自己也要看圣经 其实我真的觉得 一家学校一定有人读书 有人读书 其实你不用特别勤力 你会差不多时候 准时交功课 你不断听书 回家临考试前 不断看一看 你不需要特别的成绩很好 你也肯定比不读书 不交功课 不预备的人好很多 其实只要你有一个 不断以恒常 看圣经的习惯 你有看和没看 差很远 所以大家 有时间就看圣经了 最后再说一句 我不是说那小孩 一定不是甘心乐意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有些门徒 打个小孩抢他们的东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想说 圣经没有写 那小孩是甘心 还是甘心 没有写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有我们的领导 看完我们觉得 很合理 那小孩拿出来 是甘心 是很合理的 但是如果 这件事虽然合理 这件事是我们的领导 但是我们就 觉得是圣经这样写 其实不是 如果别人这样跟你说 你就 牧师这样说 一定是圣经写 其实也不是 所以最好也是要自己听听圣经 好吗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影片叫赞好 留言分享 第二个频道 还有读经的时间 希望大家留下一起读经 拜拜 多谢大家留下一起读经 今天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6章1至14节 找到的我们一起读 预备起 这事以后 耶稣渡过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利亚海 有许多人 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就跟随他 耶稣上了山 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 那时有他人的语节近了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肥力说 我们从那里买饼 要这些人吃呢 他说 这话是要试验肥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肥力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事不救的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 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 再者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蜜饼 两条鱼 只是分级者许多人 还算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 众人就坐下 数目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 足借了 就分级那坐着的人 分约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 把静下的灵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蜜饼的灵碎 就是众人吃了静下的 收拾起来 再门了十二个男子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真是哪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好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到这里了 搞这么多东西 都是想大家看看圣经 记住 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分享 和订阅频道 拜拜